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宣布了 新能源汽车的 进入了这个负面清单 然后也就是说 独资可以去建设 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企业 这个在中国的汽车历史上 也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这个举措 使得特斯拉可以在上海 去设立我们的独资的公司 或者说独资的工厂 我觉得我对这个 我们建厂的时候的 这个审批的速度 印象是最深的 因为那个也是困难最大的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在这个中间 无论是中央 还是各个部委 以及包括上海市 包括临港 那大家其实都在用一些 非常创造性的方式 但是又非常审慎的 这种角度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 一些制度上的创新 因为制度创新 必须要确保这个制度 适用于所有的企业 而不是仅仅只是 适用于特斯拉一家企业 还要考虑到制度创新之外 它可能会带来 一些其他的一些作用 包括对整个产业的影响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充分体现了 其实中国在制度创新当中 和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 中间找到的这种平衡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